我先来 我冒犯了 行 行了 都battle了 就别冒犯了 我刚才还没报仇的 你是孙子 我是爷 严和祥 很多人就说 严老师离开 过棋林以后 啥也不是 我觉得太过分了 然后现在咱俩搭档 严老师 你知道在我这 你至少是个垃圾 battle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严和祥 小名叫壮壮 你听听 挺会取名啊 避开了肥肺和胖胖 叫壮壮 不过这个名字 真的适合你 真的 像您这个年纪啊 是得赶紧找棵树 多去壮壮 你要这样 我真不客气了啊 杨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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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天哪 这么玩呢 你疯了你 我跟你说 也就你们相声演员 还敢开这种玩笑 这样吧 我年龄也大 有本事 你再说说我的年龄啊 清醒一点啊 老师 哪有什么不敢说的呀 你都29了 正是好岁数了 你看看你那个外形 多漂亮啊 我说了 你能把我怎么着 刚才哪一本我说的 刚才哪不是我说的 编剧写的 写稿的 请学会尊重女性 别把我看你 别拉我看你 我现在又这么一份儿 我的天啊 没有一个是我弄的 我早就不当编剧了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因为我是喜剧演员 我不知道你怎么说我 我之前就听说 德云社都不找女学员 说有一些伦理包袱没法用 我觉得你就重新写 新的不就好了吗 你不会写 这你听见了 他说我们单位现在 是 这个他言则自负 跟我没有关系 我永远爱德云社 德云社 德云社我永远爱你 我李大 你还甭说这个 我跟你说 这节目估计 我今儿最后一期了 同志们 我也就无所谓了 杨丽 你一个淘汰又复活的选手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这个 他们单位的节目太有意思 打第一期到现在 投一期21个选手 你看我们现在还剩几个 他们自个儿的人 把嘉宾全淘汰 然后我们人全都 他们我们全淘汰 他们嘉宾全都复活了 你口调什么还不行 不是给我气 把我们嘉宾淘汰 他们全都复活 你们 你上备战间看看好家伙 死去活来 你们干嘛 上个下走走 B.A.B.A. 混逗罗 你们挑三十条命的 什么名字 你们这黑幕黑的也太透明了 我们单位那是黑幕 他们单位就一碎了大棚 我跟你说 什么办法 我跟你说 李旦 你们要这么做 你们最后只能是 你们越做越大 严老师真是疯了 说什么 没有黑幕 很公平 不过还是非常感谢 严老师刚才这一段 精彩的淘汰感言 但是这黑幕的事 咱们脱口秀 像是一家 你怎么能把黑幕的事 告诉别人呢 对吧 还是得团结 对 以后啊 就觉得不管是相声 还是脱口秀 我们都能越做越好 越做越大 对吧 就像杨丽的一样 去你 没有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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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我也太难了 我今天是要来帮张纳的 回怼的 我到底造了什么孽啊 我回想一下 我杨丽三十年以来 活得清清白白 从来没做过 伤天害理的事情 为什么 我要沦落到 帮张纳的回怼 这就是我骂男人 要付出的代价了 他们说 他们说你要去啊 因为你是他的队员啊 我说但我也是个人啊 我做不出这个事 好我要开始了 杨蒙恩 说得好 特别是弹弓那个 怎么想的 巧妙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 没有子弹 谎谁一下呢 你这是 颜鹤翔 说得好 但是你说张纳的 不是长得像小偷 不是演的像小偷 而是长得像小偷 有点过分了吧 这哪是长得像小偷 这明明是气质像小偷 蒙奇迹 说得也好 虽然你和张纳的 一样浮夸 但起码你不红呢 对社会的危害性 要是 大张纬 大老师 说得最好 唱得也好 太用心了 不愧是综艺天才 灯光音效家道具 用他的才华 吹吹打打 热热闹闹 风风光光的 送走了张大达 你知道吗 我想通了 我为什么要帮他回怼 我可以怼他呀 对吧 因为我只要赢就好了 吐谁不是吐呢 对吧 我为什么要压抑自己的人性呢 你说在这样一个场合 还有什么能比 当场背叛他 撕破脸 加入他的敌对 吐槽他 更能赢得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呢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 有一天 张大大走在路上 然后呢 有一个人认出了他 就特别激动 说 哎 你就是那个 逼个屁个吧 就是为了赢 你知道吗 还是有一天 张大大依然走在路上 然后过来一个人 就对着他说 猪 就问你 什么 脆不脆 他得多喜欢猪 巧不巧 我发现 吐槽张大大的好简单 就是你根本不用讲道理 可以硬来 前两天 我们刚分完组的时候 张大大就请我和王勉 吃了个饭 因为我们一组嘛 然后我们就坐在一起聊天 你知道 他就一直逗我开心 我坐在那里 我就想说 哇 这就是做杨幂的感觉吧 然后他也很有礼貌 他说 我们能不能合张照 我说可以 但是能不发 就不要发了 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 就不要往外声张了 容易葬送我们的演艺事业 你知道 你知道我觉得 在这个圈子里 除了杨幂和Angela Baby 没有人惊得起和她的合照 就连每次杨幂发的时候 我觉得公关团队 都会非常紧张 说真的要发吗 我觉得这张照片 对幂姐的伤害 可能仅次于脚臭那次 我拨通她的电话团 递给你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你怎么还不哭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不努力 你打算什么时候努力 要不是你为人 这么漏洞百出 我现在能有这么难吗 但是 你真的接触她以后 其实你会有点明白 为什么那些女明星 喜欢跟她交朋友 就是因为你会很放松 你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因为你根本不在乎 她的感受 那天 那天我要跟她说 我说我会骂你 骂得非常狠 她说没事 你随便骂 我说你有事 我也不在乎 我就是要赢 但我真的很仔细地看了看 她还是有一些东西 值得我学习的 就是很优秀的 综艺人对吧 而且我听说她现在 每天非常努力 每天只睡三个小时 我觉得大德哥 你这样太辛苦了 你这样为了身体不好 你应该多睡一点 你以后每天 就是24个小时 以踏实睡 睡着了 就让他们把你埋在 谢谢大家 我是防不胜防 干脆就不防了的杨丽 黑马祖 还有最后一位 也是之前表现非常好 夺得了爆狗王 所以是得票非常高的 也深受大家喜欢 也是硕果仅存的 女托国学演员 让我们欢迎杨丽 大家好 我是杨丽 高到半决赛了 不使劲不行了 你们也能看出来 今天我这个劲 都使到造型上了 有点越努力 越心酸的意思 他们跟我说 杨丽你这样做 会特别像 乘风破浪的姐姐 结果我现在 我觉得我特别像 赛车场上的女郎 感觉我手里 就插一个小旗的准备 随时说Ready Go 录节目真的改变了 我很多 我尝试了很多新的东西 你知道上一季 我录节目的时候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那么认真的化妆 你知道当我坐在镜子前 看着镜子里那个 花了两个多小时 化上了全妆 带着完整妆发的我 脑子里就闪过四个字 就是没有必要 不知道为什么 像我们这种 常年不化妆的人 突然第一次猛的一化妆 就会显得年纪特别大 你知道吗 我当时那个蓝色 小碎花一穿 然后那个头发在那一卷 你就感觉我今天 不是来说脱口秀的 我是来参加婚礼的 参加的还是女儿的婚礼 我仿佛就看见时尚之神 就算不远处向我招手 只不过是以交警的手 是说No 我大概真的很难 仰气起来了 比如说上节目 上大学都没有改变我 我大学是在一个 设计学院学设计 我跟那个学校 真的是格格不入 开学第一天 我就听见一个同学说 他家养猪 我听完贼兴奋 因为看过我的观众知道 我家是养猪专业户 我当时想说 这就是同道中人 我说你家养猪 我家也养猪 他说是 我养的是荷兰猪 他说你呢 我说我家养的是河南猪 他说可爱吗 我说好吃的 我觉得这就是我 你知道 就是不管我现在 做什么工作 我骨子里 永远是个农民 平时为什么 我老穿T恤牛仔裤 不是因为我觉得它好看 而是因为我潜意识里 觉得这样穿干活 方便 就是我穿个宽松点的裤子 卷起来 我就可以去插秧了 不时尚的一个事 真的也不能全怪我 我从小到大 对衣服就没有自主选择权 你知道 我从小到大就没有买过 一件我自己喜欢的衣服 我买的所有衣服 都是我妈觉得面料好的那一件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所有衣服 只要到我妈手里 她只要轻轻那么一搓 她就知道面料好不好 我想说你那个手 我说这件仪吗 直到有一天 我看见她跟导购在聊天 你知道吧 她说这两件衣服怎么办 那个导购说 这件两百 这件一百 然后我妈说 杨丽 这件面料好 她说你摸 你摸 你看 特别轻薄 我说是 那一张一百的 肯定比两张一百的 摸起来轻薄 开灯啊 没人开灯啊 我觉得杨姐 讲得特别好的时候 手部动作会非常丰富 她会这样一直切 打打打打打打打的 所以你知道 我每次看到那些 打扮特别夸张的 那种时尚潮人 我都特别羡慕 我说人家怎么就 活得那么潇洒 那么自由 难道他们都 没有父母吗 她全身上下 从头到脚 所有的东西 都在向你传达 一个信息 就是这辈子 有没有人管得了我 别说你了 连精神病院 都不敢抓我 然后我就只能 悄悄地溜过去 说我的衣服 面料好 我还特别羡慕 那些时尚超模 不是因为我觉得 他们品味好 而是因为我觉得 他们身材好 就是足够平 我太想拥有这种身材了 我这种身材特别酷 你知道吧 就显得这个人 特别有骨气 就是他身材 存在的本身 就表达了一种态度 就是对男人的 不屑一顾 所以他从你面前走过去 他都特别骄傲 好像在说 你看什么看 你越喜欢什么 老娘越不长什么 我好疼你这种药 翻上去 靠这个翻上去了 这个我觉得很稳了 我觉得很稳了 你们是不是常常听人说 时尚是一种态度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态度 就是这种态度 我现在也想开了 你知道吗 什么时尚不时尚的 我觉得不时尚就不时尚的 不重要 因为那些时尚的人士 你看他们 他们都显得特别不开心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拍照的时候 都是这样的 你就感觉精神状态非常差 感觉每个人都是张博洋 你知道吗 拍照的时候 拍照的时候 随时都在说 哦 不行了 生活让我头痛 别说了 我准备要退赛了 只有这样 才能时尚起来 你知道很积极阳光的人 是很难时尚起来的 没有一个超模 在拍照的时候 内心是忽然 然后说 我一定要赢 我这是太厉害了 这件衣服 不光棒 而且它面料好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杨丽 喜欢杨丽的朋友 不要忘了为她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票 我们请刚跟杨丽说的 这个评非常不搭的 天真姐 下来点 我跟你说 男人这个事情 你 那我要 别说悄悄话 别说悄悄话 大声 不是 我是说 有什么都没用 这个这无关 我刚才拍灯 是因为那个 他前面说到说 有的人穿衣服 就挺奇怪的 然后我看到 大老师拍了 我就想起来 这是可能 这种大老师的点了 对 我们都是鹦鹉系的这种穿着 您认为时尚的态度是什么 他说那些女孩身材都随爹那些 随爹 就是它不是平吗 就是 您认为 因为您现在是一个时尚 叫 我不是 我不是 你才是时尚 我不是 怎么还骂上人了呢 我时尚行了吧 我最时尚 我十二上 我十八上 好吗 然后您 您现在对您的大马女装 有一个时尚的态度 跟一种 一种 要宣扬的一种精神吗 没有 我就是 面料好就可以了 面料好就可以了 其实杨维讨论的问题呢 跟严谣乐讨论的是一样的 他换了一个角度 他得出的结论 跟严谣乐 还不太一样 还挺好玩的 他就是说 就是在乎 其实就是不在乎 就是反而 那个瘦啊 也是一种不在乎 你们怎么看 对 我就这样 而且他的节奏 在这个整个节目里 特别靠谱 等于他前边 其实上了有点平 他在后头一番就一番 一番又又又又又精彩 突然就停了 让人感觉 哎 这就完了 这种歌叫什么呢 对 这是什么曲风呢 嘎然而止 我觉得肖邦挺适合他的 看起来挺那个什么 挺平静的 但里面呢 也是有很多高潮的这部分 就开始期 他在讲的时候觉得 挺挺风 中间越讲越那个 有戏剧感 这一点是挺欣赏的 这空间感怎么样 空间感不错 空间感真的 不错 真的喜欢 特别喜欢 这个刚刚杨丽模仿了很多 时尚人士 就是哭上着脸拍照 杨丽的总结 就是那样有态度 对 我感觉 我感觉 我看出来的就是 一定要不一样 一定要不在乎 而且一定要想死 那种 就是 就是 他想死 其实就是说 你们在乎的东西 我都不在乎 就是不在乎 不在乎 但总你认为男性 男性拍照片 最有态度的一个 表情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每次去了以后 因为每次那个 时尚的那些编辑老师啊 因为我特别抵虚 我就觉得我出现在这 是个误会 所以他们让我穿什么 我就穿什么 让我怎么摆 我就怎么摆 这出来的照片都 一塌糊涂 也还行 挺有风格的 挺有风格的 不错不错 那个杨丽是怎么想的 选择了小北和House 这一座 就是 如果我不选他 我就得选建国啊 忽兰啊 什么的了 所以你觉得他们 比较弱啊 对 我本来 其实我 我是德云社的 颜和祥 谢谢大家 哎呀 没想到 刚才杨蒙恩吐我 吐得挺狠的啊 上一个在台上 敢这么说我的 是郭麒麟 但是我忍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爸爸 是我的师傅 郭德纲先生 那么我就想问一句 你的爸爸也是郭德纲吗 我挺想事的 难怪 与这事我师傅嘴都言 哈哈哈 不要命啊 太承擋了 而且关键你说我是什么德云男团的第一solo 那也比你强 效果文工团的第六solo 还说什么我们说相声的如果不失去点什么都不会来参加吐槽大会 这点击中我的痛处了 确实是 我来讲脱口秀 失去的是相声演员的尊严 哈哈哈 但是 我不讲相声还可以讲脱口秀啊 如果你不讲脱口秀你能讲什么呢 讲礼貌吗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年轻人 不讲礼貌 哈哈哈 характер Steve 我一个39岁的老同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说一下主咖张大 張大大這個臉吧 你第一眼看真的不喜歡 但是你要看久了你就會發現 你看久你有病了你看那麼久 張大大跨界參加了演員請就位 我最恨的就是你們這種跨界的人 安心本職工作不好嗎 不知道跨界會傷害身邊的人嗎 我就因為搭檔去跨界了才淪落到今天這個地步 我現在來講脫口秀我真邊桌子外邊連個人都沒有啊 我真的很孤獨很難受 真的很難受 但是話說回來啊 郭麒麟跨界傷害的是我一個人 但是你張大大跨界傷害的是所有人啊 他在節目裡好像演了一個科學家啊 然後被爾東升導演說 演的太好了啊 演的真像個小偷 我當時在家看了我就不太高興 我覺得爾東升說的不對 各位上演 各位上演 他哪是演的像個小偷啊 這位是長的像個小偷啊 我說張大大出生的時候 街上那個護士都傻了 齁 這孩子長的啊 孩子別著急啊 等你會說話了 咱們再去自首 哈哈哈 網上有很多人評價張大大啊 說長相不討喜 每次哭都是你 上鏡又哭又搶鏡 那個桌呀 所以張大大是屬於那種 明明靠長相就可以讓人很討厭了 但是他非得要靠實力 哈哈哈 從上所述 所以我認為 網友對張大大這種討厭 真是應了那句話 始於言直 限於才華 忠於人品 哈哈哈 搞錯 嗯 對不起啊 我一說張大大就有點控制不住 我我我稍微控制一下 稍微控制一下啊 說一下辣母陽子 啊辣母陽子 我據我聽說好像他這個名字是因為 他覺得自個兒很辣母 所以叫辣母陽子 那這我就不明白了 為什麼 如果說長得像什麼 就叫什麼什麼子的話 那張大的應該叫什麼呢 凡夫俗子 哎對 凡夫俗子 亂臣賊子 梁尚君子 後來我定睛這麼一看呢 馬桶揣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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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也想哭了 啊 對不起對不起 我再控制一下我對 張大大的吐槽啊 哈哈 萌奇蹟 萌奇蹟 萌奇蹟應該說是 蜡木版的蜡木样子 或者说是 张大的版的蜡木样子 不要再说张大的 蒙奇奇在他的微博上说 他有个老公 长得巨帅 特别有钱 非常英俊 只对他一个人好 然后大家都很疑惑 说这个事是真的是假的呢 其实这个事嘛 半真半假 有老公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 其实这种创作手法 在我们向尔当中 经常会有 你比如说 于谦老师的父亲 我们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但我们谁也不知道 于谦老师的父亲到底是谁 主要来说一说 大张伟老师 我们对他的评价是什么呢 众所周知 嘴碎 说话没有重点 毫无逻辑重音 话多 关键是这样 居然有人评价 大张伟是一个 被唱歌耽误的相声演员 这是对我们相声演员的一种侮辱 你们知道吗 就我们这孩 尤其是捧人的 我们最怕嘴碎 你知道吗 如果大张伟捧人 你们都无法想象啊 斗根站在这儿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一段相声 哦 说相啊 说相啊 说谦逗唱 我知道说你能说到什么 你快说 你快说 你说我说 你到底说不说 你到底说不说 像是讲究 说谦逗唱 我不说了吗 说谦逗唱 你干嘛又说一遍啊 说谦逗唱 逗逗逗唱 你倒唱一个 你唱不唱 我唱了 小小弟 好样的 所以说这种情况 只能把逗根的 逼出捧根的话 大张伟我屈你的话 我本人很喜欢脱口秀 我也希望脱口秀行业 越来越好 我希望效果文化 越来越好 早日并入北京德医生 谢谢大家 我是颜鹤祥 大家好 我是永远队的颜鹤祥 哎呀 到了第二轮了 其实我很发愁 你知道吗 因为我身上 跟这些嘉宾比 真的是没有什么槽点 你说吐槽大会 没有槽点 我怎么往下走呢 后来逼得我 都开始给自个儿 创造槽点了 不藏着耶长 杨丽 就是我举报的 真行 因为我觉得相声 肯定不是杨丽那样 杨丽好像不是这种 无所谓 反正我现在有槽点了 这个说是李淡 李淡这些年 真的是越来越油腻 好多人看着李淡 马上就说 中年人真油腻 但我就觉得 你们真是啊 你们要骂李淡 你们就骂李淡 你骂我们中年男人干嘛 所以李淡 这口油锅 我们不背 那我们应该背什么呢 要背就背 海天火锅 海天火锅 埃恒密火锅底料 新疆番茄 云贵酸汤 广式海鲜 韩式部队 日式受洗 出不出户 就吃遍世界风味 而且一点也不油 比李淡清淡多了 辛苦了 杨老师辛苦 而且中年男人就非得油腻嘛 不见得了 现场所有中年男人夹在一块 也没有现场一个青年人油 张大 你们看看张大 这么年轻就这么的油 天生油 张大大自个儿不抽烟啊 因为怕把自个儿点着了 别人给张大大点烟 点完赶紧就得跑 一边跑还得一点喊 燃烧吧张大大 说说许志远老师 一个知识分子 怎么听说还卖过鞋呀 然后听说还卖特别贵 298块钱一双 你说一双人字托 你卖298 你还是不是个人 而且那个人字托 我看了 就是一双普通的人字托嘛 我就不明白了 这个人字托 明明看上去这么普通 他怎么就这么自信呢 难道是卖他的人没有底线吗 你的这些句子都真好 你去现场吧 太好 我就说了嘛 就是我举报了 金星老师 金星老师 这个 我听说现在也转孩了 改直播带货 他好像效果不太好 挺好的 是吗 不自知 我告诉你们是什么原因啊 因为金星老师的观众啊 都是中老年 一听说金星老师要直播带货了 早早就坐在电视机前等着 你等就是好几个小时啊 还有那些岁数更大的 把收音机都拿出来 一边对这个天线 一边还得说呢 哎呦 到底是哪个频段播呀 我的老baby 你看 一鼓掌你们就知道 刚才最后这个不是别人 就是张小刚 老baby也是你要的 我刚才坐在后边我不敢说你 你怎么这么爱组CP啊 上一场就跟人伊丽静组CP 然后这场又跟人金星老师组CP 你到这儿是来找老伴的吗 我就拿 而且您不要认为人家岁数大 就愿意搭理你 张小刚这种人啊 他是的就找老子捏 这个坏老头的糟的狠 我告诉你 但是啊 现场有一对真CP 你看 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 王建国 李雪芹 这名一听就是一个村的 你知道 俩人开着雪国列车 一进村 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 一边坐车 还在一边喊 乡亲们呐 我是列秦 租CP老赚钱了 说一下主咖威亚 直播界的带货一解 哎呀 这个真是 因为他带的货特别多 而且种类特别的全 能力也特别的强 就粉丝们认为 在威亚直播间 就没有不能买的东西 我们那孟口堂 也去过你直播间 后来差点没回来 因为粉丝们出的钱 威亚真的动心了 所以有的时候 不能跟威亚同框 你知道吗 跟她同框 不是同框 那是上架 张大大 张大大也去过 威亚的直播间 粉丝们反响很热烈 都是骂张大大 粉丝们一边购物 一边骂张大大 也没办法 都不能耽误 买东西的是物质需要 骂张大大是条件反射 而且你看粉丝们 在直播间都说了 威亚 真充分 专门把张大大请过来 让我们骂 兄弟们要克制 别把脏话打在公屏上 其实啊 其实直播带货 跟我们说像是差不多 像是演员也能自个儿 直播带货 我们要带货 那就跟我们传统像是 叫卖图里面的卖青菜 我给你学一下 来了您各位 我把今天我要带货的 给您吆喝吆喝啊 您来听听 高光 比比霜头 眼线眼影 眼睫毛 带卖口红 有折扣 有折扣 大折扣 小折扣 我们的姐弟 优惠来 转来 还给你包邮了 乐福啊 乐福 谁能等着我呢 乐福 其实作为一个男生 我为什么对化妆品 这么了解呢 其实还是因为 我平时特别喜欢看 李佳琪的直播 谢谢大家 我是颜色强 我叫颜鹤翔 然后他跟我叫来史 你等着我的啊 你等着我的 这次选大魔王的时候呢 我选的是罗翔老师 为什么呢 因为这跟我有点渊源 罗翔老师被网友评为 法考界的郭德纲 人家讲法律 讲得特别有意思 跟说相儿似的 您说您这不是抢我们 说相儿的饭碗吗 那我们还能怎么办呢 我只能来抢 脱口秀野人的饭碗 关键他们的饭碗还很好抢 你懂吗 连马思纯都抢到了 抢了一次又一次 你看把孩子给撑了 其实啊 我选罗翔老师是想 咨询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 罗翔老师 如果斗梗演员 抛弃了捧梗演员 有没有义务 向捧梗演员支付抚养费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捧梗演员 去给别人捧梗 够不够成婚内出轨 如果不够成的话 你愿意收留我这个小寡妇吗 罗翔老师在网上 有很多视频 大家跟我一样 都特别爱看 说是讲法律 其实就是编排人家张三 张三今天咬狗了 明天嘛 又贩卖盗版书籍了 后天菲林女同志 掉进了凤坑里 都是他编的啊 编完以后 他坐那儿问人家 张三构成什么罪 构成什么罪啊 罗翔老师 张三构成什么罪我不知道 我知道你对张三 构成了侮辱诽谤 诬告陷害罪 反正看了您的视频我知道 张三如果咬您的话 属于正当防卫 这个开玩笑啊 其实我还是很喜欢 罗翔老师的 这个讲法律讲得非常有趣 比那个《今日说法》里边 这个罗翔老师之间在网上啊 写了一个读书摘抄 后来被网络暴力了 然后罗翔老师就退出微博了 后来有人就劝罗翔老师 说你应该告他们呀 告他们侮辱诽谤啊 你一个教法的 在保护自个儿的时候 为什么不用法呢 后来罗翔老师说 我用了 我用的是孙子兵法呀 三十六计 走为上计 您这不就是跑了吗 三十六计 您要跟他这么说的话 您要我这个小寡妇跟您了 您这就中了美人计了 下一个大多王室组团来了 五条人乐队 青年乐队夏天那个节目老火了 导致观众一再复活 他们复活了三次 你想啊 五条人复活了三次 等于捞了十五条人 一淘汰就复活 一淘汰就复活 就我特别想用我师父那句话 问问你们俩 你死不死啊 这个有人说呀 五条人乐队的这个歌词 特别的水 是吧 其实不赖他们 他们审美都上不去 刚才我在下面跟任何聊天 他告诉我 他最喜欢的歌 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洗刷刷 就那个 就那个 洗刷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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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 这歌有什么好的呢 我就纳了闷了 人家大张伟老师 最好的歌 我认为应该是那一首 阳光彩虹 小白马 滴滴答滴滴答 关键是我觉得这首歌 这个滴滴答滴滴答 接什么都特别好啊 你看是吧 比如说 阿珍 爱上了阿强 滴滴答滴滴答 我不违和 所有年轻人 年轻人 滴滴答滴滴答 李雪晴跟孟哥谈个跑了 滴滴答滴滴答 这个说点别人吧 那个大司马 听说嘴非常的硬 打游戏 不管什么失误 他都能给圆回来 说不是问题 这不是不亏 不过他最近亏了 因为买基金了 大张伟这一季的节目 我觉得太闹了 就他的脱口秀 你发现融合了 很多艺术形式 二人转 相事 魔术 杂技 真人秀 变装秀 完了有人就问 大张伟老师 就是说 你说脱口秀的技巧 究竟是什么呢 大张伟这么回答的 就是不说脱口秀啊 滴滴答滴滴答 伊丽静老师的采访 攻击性非常强 让人不知道怎么回答 所以有时我认为 只有捧一切都能捧的 于谦老师 才能对答如流 一般是这样的 余谦 你认为的捧根 就是每天在台上受郭德纲侮辱吗 多新鲜 你每天在台上被郭德纲侮辱 你家人能接受你吗 你管着管不着 余谦 你知道你爸爸究竟姓什么吗 没听说过 今天是半决赛 你们也看上来了 我下了血本了 我师父余老师 包括我美人计都用出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 我可能也回不去了 因为 因为真的 因为 就是 就是吧 就是 就是 其实回去的话 也没有人给我搭档 也不能再上 这种节目了 我刚才这个是 苦肉鸡 谢谢大家 我就是 诡计多端的 严和强 大家好 我是严和强 正如刚才李诞说的 作为一个 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居然走到了 总决赛 很奇怪 我这一路走来 我自个儿都在琢磨 你知道吧 怎么就这么顺利呢 你知道 我明白了 他们是铁了心 想让我当赘婿呀 但是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是不会入赘的 李诞 我要的是 八台大教 明媒正曲 今天这个总决赛的嘉宾让我很惊喜 也很尊重 我童年时期的偶像 蔡明老师跟潘章江老师 俩人是春晚的常客 我从小就看 俩人加在一起 上了47次春晚 同志们 47次什么概念 整整比张老师多上了47次 因为张老师 做梦都想到春晚去当主持 你们知道吗 张老师都想磨掌 现在张老师去夜店 都让人家把曲目换成难忘今宵 DJ Drop the难忘今宵 然后张老师带着所有dancers 一块大喊 张少康 给大家拜年了 别死我吧 蔡明老师早期在春晚 是跟郭达老师合作 后来呢 改跟潘章江老师了 抛弃了郭达 这个选择很明智 因为以我的经验 姓郭的确实没有什么好人 我说我是回不去了 蔡明老师因为上春晚 有20年没有陪家人过春节了 但是今年呢 好不容易没上 跟家里过了一次春节 搞得家人反而很不习惯 一点年味都没有 而且蔡明老师啊 在家里也特别毒舌 把他孙女都说急了 奶奶 你今年骂不了潘爷爷 也别骂我呀 我才六岁 我能不矮吗 这么多年啊 蔡明老师 一直想贴近年轻人 所以你们要看过B站的话 你都发现蔡明老师有一个 虚拟的卡通形象 叫蔡蔡子 大家好 我是蔡蔡子 一个治愈系的小萌神 外表很萝莉 年龄不详 这个我得说一句了 真的 蔡老师 奶奶 咱都什么岁数 还治愈系的小萝莉呢 你这样 我这 我这种元气小正态 我都听不下去了 这个金沙老师 我听说这个 所有标准啊 非常的高 一张A4纸都写不下 两张 要求什么 人要有趣 要心态健康 要有才华 而且呢 笑容还得很灿烂 年龄还得比他小 这不就是我吗 我不要脸 但我是有我的标准的 对方要像郭麒麟 所以 金姐 是我负了你 丁太生特别喜欢点评 歌手假唱 他也点评一下 有人抄袭 他也点评一下 就是有人骂他 他还要点评一下 你感觉他什么都要点评 你就感觉吧 如果他的孩子 嗷嗷哭的时候 他也要过去点评一下 你这个哭声啊 太空洞 音质跟音色都很一般 所以你算不上一个优秀的娃娃 他媳妇当时就急了 你在教他做事吗 而且大家都丁太生的点评啊 也都很不服气 他在节目里边骂了娃娃之后呢 rapper都出来为娃娃发声 其实说唱圈本来正在互相弟子呢 一听说丁太生骂了娃娃 马上就达成了休战的协议 兄弟们 手头的弟子先放一放 来了个急活 我们先集合 带着你们最脏的韵脚 悟性最强的punch line 这是对丁太生最强的 拦着我 不要鼓掌 不要鼓掌 这个跟我不一样 我不需要韵脚和punch line 给我投票 就是对我最大的respi 谢谢大家 我就是原地咬中带颜鹏一样 请颜鹏翔盲 盲伯上台表演 康人你们 我就是来拍点照片啊 你继续啊 你说我穿得这么厉咯 大褂都穿上了 你怎么上来了呢 我怎么就不能上来呢 在下啊 不才 效果 郭麒麟 谢谢 给各位拜个晚年 才效果 郭麒麟 我跟郭麒麟 说的是相声 你们这舞台 哪像相声 啊 半声不就像了吗 让我从我的后腰 靠出一个小道具 你就说巧妙不巧妙 挡住了吐槽 没有挡住赞助 哎 这什么玩意儿 这下 无所谓啊 舞台再简陋 也不影响我多冠军 还是很有自信 哎 因为呢 最后一期了 其实应该说点 掏心窝子的话了 说呗 其实我 我对你们这个单位 其实意见真挺大 就是最后一期 说掏心窝子的话 就说这种话 太落后啊 同志们 等一下啊 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们落后啊 还不承认的是吧 当然不承认 你说说 这节目从第一期落到现在出多少事 您都预料到了 啊 我就算安全性免到今天的 那您就给说说 今天啊 我就给你们传授一下优秀先进 并且安全的戏剧团队的经验 咱们应该听一听啊 应该听一听 应该听一听 应该听 首先啊 脱口秀这个行业 不讲规矩 怎么说呢 不讲 你看 那不行 你看你啊 第一届脱口秀大王 是我 后边新人来了 对你有尊敬吗 没有 我来了这么多期了啊 王勉给你七个茶吗 忽兰给你垂过腿吗 最可气的就是杨蒙恩 居然没有给你磕过头 一次都没有啊 这个方式 不想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你们没有论词排班 是这个原因 你看 我们好歹 有个云鹤九霄 对不对 你们再没文化 你们起码 你来个一二三四也行 你看到那个时候 磅礴 就不能叫磅礴了 那我该叫 庞一博 这个名字啊 怎么样 这有名字 我的命格单待不起 王建国 就不能叫王建国了 他叫什么呢 王二建国 你看 你看 一个一博 一个四肢弟弟 你们这个流量 粉丝能到三千万啊 不是 不是 等一下 我说你一句啊 你惹事 回你们自己单位惹事 好不好 不要在我们这儿添乱啊 行 这样吧 我就 我不说别人了 我就单说你 单说我 单说你 我们这行业里没有其他人了 哎呀 这个 你还是看一眼 提字器吧 我觉得 你们单位最大的问题 实际上是 整体学历太高 哦 你给我放眼一看 全是大学生啊 大学生有什么问题吗 那不行啊 本来其实是有一个高中的 但是人家走了呀 那么这个人是 这个人现在不太方便提 咱先不说了 关键是 你们就不应该去学校招 你知道吗 那去哪招呢 找堂子呀 放馆 渡园 这种地方 哎呦喂 你们单位 你看 连个胖胖的服务员都没有 天哪 这么神奇吗 你别在这儿影射我师哥 我告诉你 今儿咱们神奇 您说说我 那我讲讲别人 这都不重要 关键我说说你 嗯 在你们单位像你这种 长得好看 是啊 说脱口气又不可乐的人 嗯 我应该怎么办 我应该怎么办 你应该走饭圈路线啊 走饭圈路线啊 以后这男粉丝 女粉丝都改名了 知道吗 你们叫笑国女孩 都是女孩 但是一博你得注意 不能轻易谈恋爱 我已经结婚了 我得跟暗词说好不好 咱们这个体字记是有作用的 这不就是体字记写的吧 我得说清楚 他还知道说清楚 他知道这很危险 我告诉你啊 真的 现在这个时代 你真想火 说这个不行了 想火确实想 说这个不行 你给顺应时代潮流 应该怎么着 怎么着知道吗 拍短视频啊 那样涨粉才快啊 我的职业生涯 没有干过这种事 谁放的音乐 你这教我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就你这你还想拿冠军呢 那我怎么着才能拿冠军呢 你教了我半天经验 你们德云社最简单的那一条 你怎么不用呢 什么呀 就是你们到了所有的喜剧节目 到了最后一期 临门一脚想冲击冠军 不就是靠马人吗 你说着都白说 我们单位的人没来呀 别着急啊 你不都效果坠续了吗 我们的人 不就是你的人吗 来吧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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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子发火了 来吧 来吧朋友们 别开火 哎呀 这个场面真的似曾相识 怎么样 这也是我期待的场面 有没有一种回到单位的感觉 人都马齐了 现在就看您的了 好 吐槽大会有一个小曲叫大石化 献给在座亲爱的各位 有些编剧我感觉是被你们扭枪指着 说天亲 天也不算亲 天有日月和星辰 日月穿梭催人 带走世上多少的人 你说说这些嘉宾 说一例敬亲 一看就不亲 他那采访没安好心呢 一季吐槽大会录到最后 下走多少嘉宾 我算了 二十三个 说建国亲 雪琴都不跟他亲 背着建国外边找情人啊 他和那个孟赫堂 俩人问得 全忘了雪国列车这等好CP 也成寡妇了 说大张伟亲 就枉免跟他亲 是谁刀刀朝得忍头晕呢 如果说吐槽大会 不让用刀鞠鱼 他们节目到不了第二轮 把我们这当低厅了 我跟你说 说李旦新 这个队心 这是我们的老父亲啊 他现在与别的老机 进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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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和那个张绍刚俩人配的好啊 这么说来他算老母亲 要说亲现场的观众最亲 观众也有爱心连作心啊 曾经这早年间有正举骨话 没有君子不养义人 抱拳拱手尊列位愿住位 赶紧投票 我想当冠军 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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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太牛了 下来 赶紧下来 不要 还要是妹 给我滚 消失 都要哄走了 站在这里 又和大家见面 心里比较开心 但是更多的是尴尬 因为这是一个突围赛嘛 目的就是证明自己有参加脱口秀大会的资格 我就找我们领导了 我就说我就别证明了 我都证明过多少回了 对吧 脱口秀大会第一季 我取得了第二季 我还取得了第二季 这么多个荣誉加在一起 对吧 领导说对啊 加在一起就是第四名 我说那你咋不除在一起呢 除一下还是第一名呢 我其实我也不是没有江湖地位啊 毕竟我干这一行 干了也七八年了嘛 所以我就在这一季节目的海选里 那个云海选 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 哥们是导师 哥们是导师 特别了不起 真的坐在那里给各种选手 指点江山 各种点评 打分 然后最后挑出谁有资格参加比赛 挑完之后呢 我跟他们一起参加比赛 这不有病吗 我怎么那么喜欢给自己挑选对手 也不是打麻将缺个人 干啥 你说再说了 这不是打击人家积极性吗 这就好比什么呢 这就好比你大学刚毕业 完了你去一家公司面试 是吧 面试来面试去 你好不容易通过了面试 然后你兴高采烈地去这家公司实习 完了你发现你的面试官 在跟你一起实习 你什么心情 你是不是崩溃了 这么残酷吗 完了之后 你还得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 你就问他 前辈 你干这行时间不长吗 面试官说 还行吧 干八年了 虽然我干了八年 但是我很快乐 因为我这一路走来 不忘初心 你听完是不是更崩溃了 还你一路走来 你走了吗 你不就站在原地吗 你是不忘初心 可你忘了出发呀 而且我是海选的导师啊 朋友们 我是导师 我过来了 跟人家一个一个的比赛 赢了也就罢了 输了我可咋整 我怎么下台 就好比一会儿我跟人家比赛 是不是 我被人家比得鼻青脸肿 一败土地的 人家好好的舞台上站着呢 我下去了 我咋下去 我跟你们说啥 我总不能 熊啾啾腔的下去 然后指着舞台 跟你们说 看没看没 这台上的人说得好不好 多好 说得厉害吧 我选的人 不是你想想 真输了 真输了 我可咋整啊 人家比赛之前 选手一个一个 对我还贼客气 是不是 一个一个 还管我叫哥呢 等比赛以后 我要是输了 人家不得问一句 王建国 你到底算是个什么哥 你说我咋说 我说我是 老脸往哪儿哥 这节目真的太难了 一步一个坎 我再跟你们说一个更难的 就是资金困难 因为本来有一个 刮胡刀的品牌 说要就是 谈好了要赞助我们 合约都要签了 那边突然返毁了 说对不起 不能赞助你们了 因为我们大领导不同意 我们赶紧就问了 说为什么不同意 同意吗 同意吗 答应人家吗 对吧 人家说我们大领导说了 说你们脱口秀演员呢 普遍长得太丑 不符合我们品牌形象 不是骂人也没有这么骂的 是不是 我已经丑到 连胡子都不配刮了吗 那不刮不是更丑吗 你说我到底是长了 一个什么样 奇形怪状的脸 不能刮胡子 我是没长下巴吗 我这么大个下巴 你看不着 我多适合刮呀 可不说你冷静一下 你冷静一下 你仔细想 王建国 建国老师 你觉得你底下留那胡子好看吗 我说这个 我说不好看的 他说不好看 为什么还要留呢 我说因为刮了够难看 他说你看 明明是你的问题 却显得我们产品出了问题 我心想完了 中圈套了嘛 我就赶紧补救 我就说 我说你们再考虑一下 我说我们脱口救员员 也不是没有形象好的 你看那个斯文长的 就挺好看的 这回我领导急了 说刮胡刀 你提一下旁不认 提斯文干啥呀 我说这不是 显得咱幽默吗 领导说 你见过懂幽默的客户吗 我说我见过呀 蓝河绵羊的 全羊肉配方 好羊奶 选蓝河 真的真的 我去年拍了 蓝河的广告片 他们就特别幽默 我现在做梦都想 再拍一次 好 时间有限呢 不变赘述 总而言之 这行前路踢驱要朋友们 但即便如此 我们也得好好努力 力争上游 不能破罐破摔 争取都给自己 整个好名次 是吧 实在整不着好名次呢 就至少去给我整个容 至少明年能多个 刮活着的赞助 谢谢大家 大家好 你怎么知道我好啊 这一集聊这个 社交相关的话题嘛 我在这个娱乐行业 也干了有些年了 又总在上海这种地方待着 所以这么多年下来 可以说 各行各业 方方面面的人呢 我基本上我全部认识 因为我真的特别讨厌社交 不管是谁找我 我只要能不去 我绝对就不去 我谁都不认识 我才能活得很自在 也不是没有苦恼啊 我的苦恼就是 我的亲戚们觉得 我谁都认识 我就是没好意思告诉他们 其实我连亲戚都认不全 就我有的亲戚呢 就会找我安排事 我就说我安排不了 因为我没有人脉 他们就不信嘛 聊来聊去 好多地方聊不通 首先他会觉得 我是个成功人士 就是只要比他成功 就是成功人士 那么他还会觉得 既然我是一个成功人士了 那我一定就认识好多人 不然我是靠谁成功的呢 你说他这个逻辑 就多扭曲你知道吗 就按他那个意思 就是一个成功人士 他的成功依靠的是 那个成功人士 然后那个成功人士呢 又靠第三个 他们就这样一个靠一个 就一路成功下去 就咋的那成功人士 是多米诺骨牌啊 啊 就这除了 你想如果按这个逻辑来说的话 一个成功人士背后 就有另一个 一直往前倒 那咱们顺着这个 多米诺骨牌的队列 一直倒到头 那是不是头上就有一块 第一块骨牌 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第一个成功的人 那你说这个人咋成功的 你说这块骨牌 是被谁触碰倒的 被谁触碰倒的 是被他的亲戚触碰倒的 他的亲戚跟他说 你咋还不成功呢 他是怎么弹回来的呢 拿着拆了 就是特别的生气 就是这些 经常会 给我灌输这种 什么攀关系理念的 就是我这些 要么亲戚 要么父辈的朋友 就是大叔或者大哥们 在我年轻的时候 就经常教育我嘛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 在酒桌上聊天嘛 忽然一个大哥两眼放光 说建国 这个事我可以跟你好好聊聊 毕竟我是个过来人 不是为啥 你就非得跟我聊聊 你过来人多点啥 也不是我让你过来的 就满嘴什么 这一路走来 经历了许多 有多么不容易 可不是不容易吗 从饭桌那边 你这一路走来 你经历了 鱼香肉丝 火包腰花 水煮肉片 两碗米饭 才到我的身边来的嘛 你看 这屋里人挤着人 菜挨着菜 桌旁的小道 那么的窄 真不愧是过来人 这都能过来 过来之后 就拉着我的手 人生观点 一顿是我 一顿输出 说的都什么玩意 什么 三等的资源是学历 二等的资源是能力 一等的资源是人脉 十根 说完之后 说完之后 没有获得任何的 瑞斯麦克的 什么值得可尊重呢 他就说什么 别人都是依靠别人 都要依靠别人 结果十年以后 你过来依靠我来了 整了半天 这话是对你自己说的 就特别生气 我真的最烦那种 硬盘关系的 听到此处 可能有的朋友 就反应过来 就说 王建国 你不是胡扯吗 你看你认识李淡 你跟李淡的关系 那么好 他又比你红那么多 你这不就是盘关系吗 不是大哥 那可是我是我俩 我和李淡 就是从我俩上大学的时候 开始 我俩的关系 就已经是 现在这样了 只不过是 他后来红了 给了人这种感觉 那这个事 总不能怪我吧 又不是我 把他给捧红的 不是天地良性啊 朋友们 我俩这么好的朋友 我总不能 因为他红了 我就把他扔了吧 他又做错了什么呢 他也是个人 他也有烦恼 他要是没了我 他就只剩钱了 那 那怎么行呢 人生没有挫折 他怎么成长啊 我俩的关系 好到啥程度呢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就是有一次呀 就是他跟他媳妇 闹离婚 这是我穿的 当然 后来两个人和好如初 也是我极力 劝回来的 我就是如此的高尚 我自己惹的事 自己评 不给别人添麻烦 就是我听 有的人说过呢 说 你看这王建国 有李旦的帮忙 还混成今天这个德行 我澄清一下 我没有靠李旦的帮忙 我是全靠自己 脚踏实地 一步不如一步 走到今天的 说点我们公司 工作内部的事啊 你看就这三十个 选手的稿子 我和陈璐 都一起帮人家修改过 因为我俩是总编剧 然后我俩这么干了 也有三四年了 经常就是 别人的稿子都挑完了 我俩经常就是 自己没有时间写 到最后 好多机会 也就因此错误了 所以你看 你看我靠李旦 什么了 我靠的是陈璐 不是那个 不是 我的意思是 工作是我自己选的 我站累是不是 那也是我活该 我不委屈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我靠李旦 那我就实在是太委屈了 攀关系这种事 我就觉得 如果你带着 强烈的企图心 跟人家保持联系 那人家就会跟你 保持距离的 是吧 俗话说得好 所以大家要多说俗话 不是那个 我不跟你胡闹了 就因为我最后一句 就说完了 我认为就是 第一等的资源 是能力 第二等 第三等的资源 就还是能力 不会是其他的什么 别的网上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王建伯 又见面了 朋友们 咱们这个面对面 见一面 其实挺不容易的 因为对我来说呢 就是 我就太不爱出门了 我就觉得 只要我推门一出去 世界上所有的事 就全是挑战 我每天早上 我起来 我就仿佛 能感到有一个声音 在质问我说 你准备好迎接 新的一天了吗 我都没法回答 现在我周围的人呢 都不太在乎挑战 你比如说 这个问题 你问李淡 你准备好迎接 新的一天了吗 李淡听完 这肯定小眼一米 嗨 有什么准备不准备的 生活终将继续 The show must go on 就人家说话的 那个气质 你就感觉 他在向你证明 就这个世界上 就只有他会说话 而且 就忽兰 忽兰这是更个人 你就看这个 他那个激昂的样子 他在比赛的这些得失 根本就影响不到他 他太昂扬了 就这个问题啊 你要去问忽兰 忽兰肯定小眼一瞪 嘿嘿 我有没有准备好迎接 新的一天啊 你要不这样 你去问一问 新的一天 有没有准备好 感觉赐格上升了 对 那我呢 我就只能回答 我没准备好 我永远准备不好 因为我的行动力太低了 我拖延症太严重了 我还想准备好 迎接新的一天 我至少需要准备三天 也就是说 我现在才勉强准备好 迎接前天 我多么希望 每天早上我起来 拉开窗帘 放眼望去 哇 一个崭新的前天 我为啥这么拖延呢 朋友们 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啊 生来就全无斗志 我真的什么都不愿意干 我就感觉我这个人可能 我连出生的时候 很可能都是难产 就是 就这么想象出 就是护士那个 焦急的样子 说 这个孩子看着很健康啊 他为什么就不出生呢 我就说 我说不行不行不行 我现在还不行 我现在真的不行 真的 我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世界 我还没有准备好 要不你那个什么 要不你先去接生忽兰吧 我觉得他准备好了 最气人的是 说到此处 产房的一个角落里 传来了打招呼的声音 护士放眼望去 哦 原来是早产儿 小忽兰 小忽兰回着小胖手 没事没事 你忙你的 去把我自己出生了 我就想变成这样的人 我就想变成 我就觉得他时刻都在准备着 你就感觉这个人吧 就他当年刚高考完 他刚从这个考场里走出来 他就开始斥责周围的同学们 哎 你们干啥去啊 啥 去往班 有病吧 现在不应该去准备烤牙猫 我就很想奋进 我真的很想努力 我这么懒得一个人 真的我到现在 我也不喜欢躺在床上 我喜欢躺在沙发上 因为躺在床上 这就意味着就是 要正式休息了 对不对 就是没完成的事 就爱咋地咋地吧 就是不管你说啥 反正我得睡了 Love and Peace and Sleep 躺在沙发上不是的 躺在沙发上 那个感觉就是我的一天 还没有过完 一切还没有终结 我不是要躺在这里休息 我就躺着歇会儿 歇完了 我马上就去干活 结果躺着躺着 天就亮了 无情地朝阳 照应在我肥嘟嘟嘟的 大胖脸上 就开始质问我说 你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天了吗 你说你挺大个太阳 你怎么就不计事呢 说我多少遍了 你去问护兰呀 跟你说我这一宿躺的 也非常的不舒服 因为我在沙发上 几乎十刻都能听到 我那一篇篇 没有写完的稿子 那没有完成的稿子 就发出阵阵的悲鸣 那我就对稿子说 稿子 稿子 你再等等我 没准三天以后 我就开始写了呢 稿子对我说 我哪配叫稿子呀 我也没字啊 我就是张纸 每个在大城市 工作累了的人 他都想过 我要不要回到家乡 真的我一直就 特别想回东北 家乡对我来说 太舒适 太快乐了 可是我这么多年来 我咬紧牙关 我一直没回 为啥 因为我在上海 压力这么大的地方 我都奋斗不动 那我回东北 我那么快乐 那么开心 我还怎么奋斗啊 你说我在外地 跟自己较劲了 这么多年 总不能最后 孤身一人 浩浩荡荡 南沿北归 回归舒适圈 这不对吧 那我走回舒适圈 如果我还是奋斗不起来 我还能往哪走 继续往北走 再往北就是北极圈了 你说我这些年 娱乐行业 真是没白混了 走到哪儿 我都是圈里人 我跟你说 我早就明白了 我是一个天生的废物 但是我不想当废物 就是人活仪式 不是为了当一个废物 你说我就会个脱口秀 我回家乡 我干啥去呢 我靠这破碗 我也不能介绍家乡啊 当一个人 不需要什么 同时也不被需要 那他每天早晨起来 那看到他就不是朝阳了 我就只剩下凝望深渊了 可问题是我人在东北 我在东北凝望深渊 深渊也在凝望我 我问深渊你瞅啥 深渊说我瞅你咋的 他在干嘛 不深渊招谁惹谁了 深渊太渊了 无处深渊 我希望我永远 能跟我自己较劲 真的哪怕就是一种 一直且战且逃的方式 就哪怕很滑稽 但是我真的不要 跌入自己 亲手挖掘的深渊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王天国 好 谢谢大家 我上一集节目就被淘汰了 被淘汰了 完了之后我又被复活回来了 我就一下体会到了那些复读生的痛苦 就是经历了像高考失败 这么大的挫折以后 还要咬着牙重返战场 一边努力 一边别人嘲笑 有人说你这比喻不恰当啊 是吧 哪有人能上尽天良到这个地步 去嘲笑复读生 是吧 谁能干出这事 我就干过 我上高中的时候 就跟一个复读的大哥 关系就特别的好 我就经常看他一个人 坐在篮球场旁边 眼神空洞 一坐就是一个小时 我就跑去跟他聊天 我说 你看啊 如果你能把这一个小时 用在学习上 你也不至于复读 他听完之后 就满脸悲愤地看着我 我还说呢 我说 你咋这表情啊 你脸上的笑容呢 你的笑容去哪了 是不是被你曾经的同学 带去大学了 现在我的脸上 也很难有笑容了 我觉得这都是报应 真的都是报应 就上次被淘汰之后 我心理压力太大了 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 再也没有人瞧得起我了 就被淘汰的那天晚上 我就做了个梦 就梦到我在会议室开会呢 忽然有个商务人士 穿个西装 推门进来 是吧 对着我说 你知道吗 蓝河绵羊奶 新推出了成人奶粉 说完他就淋出这一箱奶粉 就面带微笑 对我说 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 喝这个能补充养 还不长胖 你想喝吗 我说我太想喝了 快给我 他说你想喝自己买去 你一个淘汰选手 还有脸在这 要奶喝 我的天哪 你复活了 人家给你复活了 你真有脸回来 你还要脸吗 我就说 对不起 是我不对 你能能 这样允许我最后 再念一遍广告语好不好 他说 行难得你有这份心 来你念吧 来我给你起个头 他说好羊奶 我说选蓝河 他说可是蓝河 再也不会选你了 我上次就是被 豆豆和王勉联手 淘汰的 比赛之前呢 我还跑去 指导豆豆 我说咱们说脱口秀的 咱们脱口秀演员 在舞台上 不要有太多的表演 你呀 你就是太多的 肢体动作了 一会儿演个这个 一会儿模仿个那个 谁爱看这玩儿 脱口秀要有内涵 脱口秀要有内容 听懂了吗 豆豆说 听懂了 然后他走上舞台 二话不说 光光一顿表演 比我多了三十多票 比完了赛之后 我还跟他说 我说你看吧 是不是只有三十个人 爱看表演 就这个孩子 就真的 就不听我话的 这个事儿 我就特别的生气 我回家之后 我就越想越生气 我就抱了个表演班 我也不是说 不是说我不坚持自己 我最近真的是太忙了 我最近就太忙了 等我忙完这一阵子 我再去这个学吉他 我就想嘛 肯定是我平时 没有努力钻研脱口秀 最后被豆豆和王勉 轻松淘汰 这也算是天谴 对吧 对我的天谴 我想明白了之后 我就回家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就被这个雷暴惊醒 我这辈子都没有听过 那么响的雷 就一个接一个的劈 就给我吓坏了 我说不是说好了天谴吗 你怎么还天天谴呢 我说这个雷是冲着我来的吗 就不努力工作 就有这么大的罪过吗 我就浑身颤抖啊 我就对着天空怒吼啊 我说唱天的 你睁开眼睛看看 就其实就是 王勉工作也不努力就是 就是你想我这么胖 你说你想把我劈到 你怎么不得来个俩杀 你去劈王勉 你去劈他 你就去省雷 对不对 后来我想不对 你说我怎么能 这么对我的朋友呢 再说这封建迷信 这也不能倡导啊 就真的如果大自然 真的发生什么意外 就打雷 就打雷真的要伤害到人 也千万不要伤害到王勉 好不好 千万不要劈到王勉 不要劈到王勉 但是你可以就是围着他劈 就是 对 就是就围着他劈 就好像咱们以前小时候 画画描边一样 就围着一圈一圈 自自 便自 以后王勉 再去街上溜兜的手 背着吉他一出现 一路火光带闪电 我告诉你 周围人看路懵了 你这孩子周围怎么浑身 怎么怎么电扇雷鸣 劈里啪啦 他是不是 是不是穿毛衣了他 我跟你说 我也不是害他 我真的不是害他 我就就 这样坏人 就无法靠近他了 对不对 就就围着他 就一直皮 就看他怎么创作 拿破级的上来唱歌 看你声大还是雷声大 不是 我不累意思 我不累气 这一块太牛哥 这是口气啊 其实我今天主要就是想 就是跟大家 主要还是想聊聊高考的 我就想聊聊高考 因为我当年确实也没考好 然后我就想 就是人就是面对挫折 就一定要保持这个平常心 就这次比赛 其实我也挺平常心的 我就想你说 我拿了两季的这个亚军了 然后这一季呢 我努力到头 我估计我还是拿一个亚军 就真的我接受这一切 就是我可以不拿军军 就真的我接受不拿军军 就我不拿军军 那谁也别拿 不是不是那个 不是不是没有 我就是说我想说 就是我就想回想起来 就是我当时高考 不是也没考好吗 就战胜困难的经验 到底是什么样 就我高考没考好 我经历了那么大的失败 我到底是怎么挺 我就到底怎么走出来 后来我就想 我到现在也没走出来 我必须得 我必须得走出来 我真的我必须得走出来 就是我以前就看到 这个脱口秀演员 就在台上舞台上 就发光发热燃烧自己 我就觉得 哎呀你们拼搏吧 我拼不动 我真的拼不动 我现在觉得 我拼得动了 我真的拼得动了 我就说等下次 咱们再表演的时候 咱们就一起好好努力好不好 咱们就一起好好演 就你们在舞台上燃烧自己 我也在舞台上燃烧自己 我想跟你们就一时俱分 想必你们也看出来了 就是我被淘汰这件事 对我来说早就过去了 我只想说就是这个 夜惊于情 荒于戏 我的失败可以警示后来人 更要警示我自己 就是明年再有脱口比赛 我一定好好努力 真的再也不会被淘汰了 如果我再被淘汰 你记得还要复活我吗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阮金国 谢谢 谢谢 生人大 我今天33岁了已经 但是其实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到现在还是一个少年 你们先别生气 我给你介绍 就是我从小是通过一些 二次元的作品来 认识这个世界的 这些作品里呢 人物的性格都很简单 人最多就只有一到两个面 不会再多了 比如说 比如说机器猫 你们还记得吗 你看就不记得也很正常 因为我们看过的这些人 也都到了这个健忘的岁数了 所以咱们一起 一起回忆回忆啊 就是机器猫里面的 那个大熊呢 他就是个好人 虽然他是个笨蛋 你看 好人笨蛋 这就两个面嘛 机器猫他是个好人 虽然他不是个人 但他就是个好人嘛 一个面 你看胖虎 他就是个坏人 天天欺负大熊 偶尔呢他也善良 但是我不管 我就觉得他一定是个坏人 静香他是个女人 他不是一般的女人 他是一个好女人 就我从小 我就我想到 我就不会想到 他有几个面 我就是想跟他见一面 就是 就是漫画里的那些人呢 就你看一眼 你就知道 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但是现实世界 就不是这样的 你就真不是 你比如说罗老师 长得就跟胖虎似的 是吧 你就感觉他肯定特别凶 结果相处下来发现 他特别讲理 那李淡长得 就跟大熊一模一样 对吧 一看就特别没有出息 肯定天天被人笑话 结果开了家公司 靠笑话别人为生 对不对 那漫画里面 胖虎还有个小跟班 叫小福 那个小孩 每天就嬉皮笑脸的 就废话就贼多 你就觉得这样的人 肯定特别招人烦 结果人家大张伟 粉丝有的是 对不对 胖虎 谁这么给面 感谢 感谢你 太给面了 下有一句令 胖虎没有你鲁莽 胖虎其实还有一个妹妹 也是胖乎乎的 漫画里这种胖乎乎的女孩呢 都对自己特别的温柔 把自己照顾的就最好 结果杨天真老师呢 把自己的胃都给切了 就是哪哪都对不上 你感觉就 我漫画世界不是这样的 就在漫画里面 李旦就得天天挨揍 大张伟就得没人喜欢 杨天真的胃就得是 罗永浩切的 我长大之后 我发现人不只有 一个面两个面 人有一千个面 我就很困惑 你看我刚工作的时候呢 我看大伙在一起 聚在一起骂老板 我当然也加入嘛 跟着骂 但是后来老板一出现 大家围着他就夸了起来 我就卡住了 真的就 就感觉就大伙就围着他 就夸的那个兴高采烈啊 那个欢欣雀跃那个劲儿 你感觉不是老板出现了 是中国竹琪出现了 就为啥这么夸他呢 你想想 你们转变得也太快了 直接态度就 能不能不要这么顺滑呀 对不对 而且你也知道 你自己当面和背后 对老板的形容 这里面一定有假话 不可能全是真的 对不对 那要全是真的 那得是 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什么人能又畜生不如 又英明神武 又好吃懒做 又高瞻远瞩 这何止不是一个人 这都不是一个生物 你想就什么玩儿 能好吃懒做 又高瞻远瞩 这就怎么形成的 你把猪绑树上了 就很奇怪 然后我后来就知道了嘛 是因为生活艰难 那生活是艰难是艰难 但你 你做的有些事的时候 你最起码你应该知道 是不是 自己是被迫做的呀 你不能立志做这些事啊 就我见证有的人 二十岁不到 就捧着一本 厚黑学就开始看 那厚黑学真的 黑不黑我闹不清楚 这么老厚啊 就能硬给他看完 你是有多想学坏呀 对不对 而且看着还贼认真 每一页翻的就慢慢地翻 每一页慢慢翻 最后学会了翻脸 要比翻书快 这都什么玩意儿啊 对不对 我知道世界不是 非黑即白的 但我就希望它是 所以我觉得 我自己的未来 一定会很黯淡 你看在机器猫里啊 只要出现 长大后的大熊 它一定是一个 又无能又脆弱的人 因为它一直是个少年 它没有成长 但好在它善良嘛 机器猫会帮助它 可问题就在这儿 就是它有机器猫 我有啥呀 我有李旦 李旦能干啥 对不对 你遇到困难了 机器猫会跟你说 你就别害怕啊 你看我这儿有个兜啊 我兜里有猪蜻蜓 有空气泡 有任意门 是不是 人家说这话 多让人安心啊 一张嘴就是老机器猫了 李旦行吗 你说你去问李旦 你说你兜里有啥 李旦说 皮的白的都有 我喝这么多 这些晚上干啥 对不对 李旦还说呢 说你就喝吧 你不就是意识到了 人生当中的困难吗 我不能让你没有困难 但我能让你没有意识的 现实世界的这个难以接受 就在于此 就是你明知道喝绝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可总有一些时刻 你又觉得 就不喝真的扛不过去了 最后还是喝了 对吧 男人喝了会沉默 女人喝了会流泪 机器猫喝了会短路啊 跟你说人都是 不得不成熟的 就你看就连 机器猫的大电影里 那些小朋友们 最后也都成熟了 胖虎开始保护同伴了 小夫开始会照顾人了 然后大熊也开始 变得勇敢了 对不对 那你们还要 机器猫干啥 留给有用的人好不好 只有静香还是那么好 静香成熟之后 是一个成熟的好女人 我从小就觉得 等我长大以后 虚拟的世界里的静香 会化作一个真实的人类 在现实世界里 我相遇 我一直好奇 静香会化成什么样子 我万万没想到 是雪芹 来了 给你吃大公主 当雪芹带着 腼腆的笑容 向我走来 为了验证她的身份 我还试探性地 问了一句 我说你好 请问你是机器猫吗 就所有的少年 都将成熟的 我知道 一直是个少年 没有一丝丝改变 这是办不到的 但我就觉得 如果你把那个少年 彻底地忘了 这就叫遗憾 谢谢大家 太好了 王天光 谢谢 谢谢 我的天妈呀 结枉面 我现在要讲的这个事呢 是那个 上一篇的这个姊妹片 好吧 其实也不是姊妹片 就是我上一篇写的时候呢 就太紧张 就写多了 然后后来就把 里面最不好笑的摘出来 凑成了这一篇 就是我前面不是说 我跟不上时代嘛 我就很不甘心啊 对不对 我很不甘心 然后我有一天 我就在公司 问我公司的年轻人 我说 你们平时都有啥爱好什么的 因为就时代啥样 得看年轻人啥样嘛 他们就说呢 就是也没啥别的爱好 就是喜欢蹦迪 我就问对了 我真的 我不瞒你们说 我从来没去蹦过迪 就从来没去过 然后我就详细问 我说蹦迪到底是啥样的呀 去一次贵不贵啊 什么的 就什么感觉 人家就说 就是如果开卡座的话 就贵 我说那卡座 那你们就是坐在那 就干喝吗 他们说 不是就蹦迪蹦迪 主要是去蹦嘛 我就崩溃了 我就说 你去蹦 为什么需要一个座啊 他们说就是蹦累了 可以坐那歇会儿 我说你怕累 你为什么要去蹦啊 就太难理解了 就难理解才值得学习 于是就在前几天 我的好兄弟忽兰 带着我去蹦了一回滴 就我们俩人 因为就是比他再年轻的人 就不带我玩了 然后我们就问了好多地方 我先去的是我们那个大领导 介绍我的地方 就说 就特别高端 说是最高端的地方 我说高端的地方 我也不是没去过 我就去呗 我就穿着平时的衣服 T恤 裤衩 运动鞋 我就去了 去了之后门口保安不让我进 保安说就是我们这是正式场所 穿裤衩的不让进 我说那啥意思呀 你们这里头都是不穿裤衩的吗 我觉得那就是我现在脱 我也不能在街上脱呀 保安说你闭嘴 你说的什么玩意儿呢 我们正式场所 要穿长裤 懂吗 长裤 我说你别急呀 你没听过一句古话吗 长裤不如短裤呀 保安说你给我滚 我说好的 然后后来后来说 我带你去一家 去一家年轻人的地方 去了另一家夜店 进去之后我就人都傻了 那个音乐的声音也太大了 我说年轻人的耳朵就这么背吗 对吧 那个音量我听了三秒我就心脏疼 搞喜剧真的太难了 就为了写出点心梗 差点得心梗 就这个是我第一季 没有没有 其实这个是我第一季讲过的脑梗啊 就希望你们听了就不要脑梗 我是给多了 我知道我是给多了 对不起我创作枯竭了嘛 那后来我就在那个夜店里 我一想啊 可能那个音乐的声音大 就是因为声音大 可以让这个处于暧昧期的青年男女 就只能贴着手画 就可以耳鬓撕膜的手画 是吧 对吧 你知道哈 你没少干啊 就这样就是可以 就是增进感情嘛 可问题是 我实在不想跟忽兰耳鬓撕膜呀 你就想啊 如果我趴在忽兰的耳朵边 嘀嘀咕咕半天 然后忽兰听完之后 嘿嘿直乐 我说我俩聊的是喜剧 有人信吗 然后我就 我和忽兰就在旁边就站着就看着嘛 然后观察周围的人的行为举止 观察了半天 我就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呢 确实是有点道德沦丧 就这么半天了 都没有人给我俩让个住啊 你买的记卡都聊不起嘛 对吗 而且那个年轻人 到底还是年轻人 就是啥意思 就是他们想说点啥 就互相扯着脖子就喊 没生活吗 你看这 我来之前忽兰就跟我说了 说进去之后咱俩别跟他们一样 就别一样就喊 我说对 咱俩得用默契交流 忽兰说 用默契能交流的明白吗 咱俩得用微信呢 然后后来我就在里面 我就跟忽兰发微信 我还说呢 我说忽兰可是这里面的信号不太好呀 忽兰回复 你还要啥信号啊 你写完消息 直接举着给我看不就完了吗 我不是通面 最后忽兰就说 就别光站着了 来都来了 咱俩必须去蹦一回 我说也行 就去了 我俩就去那个DJ台底下 刚想蹦 就发现旁边有一个工作人员 在这就给人们分发 那个小兔子耳朵 就是一个小发卡 顶上有两个塑料兔子耳朵 闪着红光的 是吧 然后就他在干出这种事来的时候 我和忽兰两个人 就本能地就往后哨 你知道吗 就太丢人了 他后来就觉得不行啊 咋能在这里就退缩了呢 就咬着牙就拿了两个 然后忽兰呢 就勉强带进去了 我再怎么勉强 都带不进去 你知道吗 就是我俩这个脑袋 实在是太大了 我忽兰成路 上海滩三巨头 还是来了 最后我就只能 把那个兔子耳朵 举在头顶的那里蹦 你知道吗 蹦了一会儿 我不禁悲从中来 就我和忽兰 我俩加一起 都快七十岁了 结果跑到你们这儿 装小兔子 人生七十古来西 蹦蹦跳跳 真可爱 蹦了三分钟 我就见汉了 真的 但是我也没有离开 那个舞池 就面对这些个年轻人 我就觉得我 代表了我这个时代 最后的倔强 就是即使我已经 跟不上你的脚步了 对不对 我也要拼死地 站在你们面前 如果最后我摔倒了 我就讹你 没有没有 开玩笑啊 就倔强是要有 但是讹人不行啊 结果我没摔倒呢 旁边一个年轻人摔倒了 他喝的确实有点太多了 就蹦的时候 就端个酒杯 然后他摔倒了之后呢 就那杯酒 就见了大家一腿 我就知道这帮人 回去就得洗裤子了 而我只是淡淡地 擦了擦腿 什么道理 朋友们 不能因为时代 改变自己的活法 有时候残酷 就是不如裤衩 谢谢大家 终于到了总决赛了 朋友们 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 谢谢 也非常感谢这个 沈腾老师和罗老师 这个精彩的这个开场 真幻这么逗死我了 带我玩的 这是有总决赛的样子吗 你看这观众都这么好 嘉宾 阵容强大 就是我们这集的 就是这个主题名字 起得也非常好 叫这个既是终点 也是起点 对吧 这是一个什么深刻的道理 朋友们 这是这个在操场上 跑圈的基本知识 就是你不知道这个 你容易跑丢 真的 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总跑圈 因为我从小 我就说那啥吗 我从小就胖 我饭量又大 我那个饭量 可以说是就是 一人吃饱 全家挨饿 然后我这 我上大学 就实在想瘦下去 我就跑圈 一天跑十圈 年轻人 心沉代谢就非常快 我一个月瘦了三十来斤 我减完肥之后 真的整个人就 龙光焕发 就平时一看这小伙 一米八七大高个 又高又帅又幽默 我就 同学看了也高兴 老师看了我也喜欢 平时脾气再横的老师 那看着我这张脸 他都横不起来 哥们当时那个长相 那就是老师的诗字 去掉上面那一横 那就一个帅 就多少人曾惦记我 年轻时的容颜 那个时候看我一眼 就把持不住的 不光只有黎雪芹 我就猜到 我一提黎雪芹 你们就高兴 这啥整 你说 我先说说我长得帅的事 就因为我确实也没帅几天 后来很快我就胖回去了 因为我就胡吃海喝了 我就觉得减肥这么容易 就以后再减呗 然后去年我就终于又想瘦下来 我就重新开始跑步 把我累死 我就咬着牙子也接上跑 不是跟你们处理 那真是整条街最慢的仔 就周围的人还看着说 这个仔怎么这么慢 它会不会是超仔 后来我就放弃跑步了嘛 我就心态崩了 就每当我心态崩溃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我的一个好大哥 就是老程 老程就是程鹿 我程哥 我程哥 这是我遇到过的心态最好的人 就我俩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 那个时候的老程 还不是现在的老程 而是那个少年老程 老程就很少心态崩溃 工作压力再大 他都一笑一笑就能扛过去 所以我这么多年 我就一直想学他 后来我发现就是也不能全学 你就别学到最后是吧 人格是挺完整的 家庭破碎了 这个段子我还给程鹿讲过 程鹿听完就特喜欢 跟我说 建国你在舞台上讲这个 我就弄死你 你看这不是老人变坏了 而是老程变坏了 其实大家也能听出来 就是我讲程鹿的这个段落 就是为了说刚才那个谐音梗 就硬加的 就整个这个段落就格格不入 你发现吗 就放不住 就收不住 可是都总决赛了 就让我玩一把嘛 对不对 你就是你不理解我 爱说谐音梗 我还不理解你们 爱听吵谁屁呢 就这个时代有太多的东西 我理解不了 我对这个时代的感觉 就跟我跑步一样 就是以前能跟得上节奏 现在不知道为啥 忽然跟不上呢 我也试图跟上节奏 我真的 你比如说比赛之前 我就找到雪芹 我说铁子呀 我说你看这样 商量一下的 就咱们演出每篇稿子 是不是大概就是1200字 对不对 1200字 要不总决赛下来就不写别的了 就你写500遍 王建国 我写500遍 李就写 大伙就好像挺爱挺的 对不对 雪芹听完就很开心的 说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因为人算容易算错呀 三成500是1200吗 今天总决赛 嘉宾阵容有点过于强大了 好几个喜剧大师 就能跟他们一起出现 真的是我的荣幸 就这段话 我本来就想放在开篇就说 但是我没有这么做 因为我不能一上来 就骗你们 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是真的很荣幸 因为我知道 就艺术搞得好 又没把自己饿死 这是非常厉害的 我年轻的时候就觉得 那搞艺术就得穷 穷才厉害 我第一次租那房子 一个月就是600块钱 下雨漏雨 刮风漏风 我朋友来我家做客 待会儿他都傻了 就说你家连个空调都没有 为什么有风 我还自豪呢 我说这可不是一般的风 这是我的两袖清风 但是我现在 我已经住不回600块钱的房子了 而且我的艺术也没搞好 我这就属于跑着跑着 就忘了起点和终点 跑就只是因为不敢停 可是朋友们 就直到我现在 我还认为 就是在脱口秀这个行业 属于我的时代 还没有过去 因为首先他就没有来 就一个东西 他想过去 他至少就先来 对不对 你看我 我连个时代都没有 当着这么多前辈老师 我还是敢这么横 他们最多就是淘汰我 时代已经把我淘汰了 对不对 不差你们几个真的 就各位老师 一会儿你实在不行 你们就把我去掉 就是老师的时代 去掉我这一横 你们就是帅 谢谢大家